走在日常的街道上 以正面擋土牆好像有一點不一樣 色彩繽紛的圖案與字眼吸引往來人的目光 這是台北市內湖路一段387項旁的街道 聯合國永續經營目標SDGS 透過美學設計彩繪在牆上 讓17項目標融入百姓居民日常生活中 這個區塊原本是一個土堆 本來是沒有通的一個山坡 小山坡 那後來它打通了變成是一條路以後 因為上面的道路 上面的那個坡坎上面 都是私有地 政府的地就是這一片擋土牆而已 那時候所有的樹枝都漲到外面來了 所以這一個區塊 就看起來是比較黑暗的 那也比較沒有人去走這一邊 那現在因為有了西湖公園這邊 因為林理長他把這個公園都整理得很好 假日禮拜六禮拜天都有一些的小朋友 還有家庭做親子的活動都到了這個公園來 那我們就想說把這個上面的這個擋土牆能夠來跟國際接軌 迎接這個永續的這個議題 那我們大家能夠來一起推廣 那把這個這個路做得更棒 讓大家能夠經過的時候看到了這十七項的指標 那這十七項的指標讓它能夠融入說我們的生活裡面 每一個人只要做一項兩項 大家一起來推動 那就可以能夠去把它的這個世界觀做到一個極致 感謝大地工程處新工處的單位的支持 這全部費用都由市政府他們預算去採會的 這要國際觀啦這樣 也非常感謝說那個市政府那邊有協助 那區公所這邊也支持大力的這樣子推廣這樣子 那我們那個區長各部門他們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包括說我們在會堪的時候都有那個祖密都過來關心這樣子 西湖國小太鼓隊鋼腔有力的鼓聲 以及大學生熱情斑放的舞蹈表演 讓西湖活力十足 內湖區地山裡與西湖裡攜手合作 辦理SDGS永續經營 地足台灣方野世界揭幕儀式 將永續發展17個目標圖像 彩繪在擋土牆上 這一面擋土牆成定是一個平道無奇 而且無恥無法的擋土牆 那透過我們黃俊龍里長的努力 以及林郭龍里長的努力 也非常感謝我們的一個公務局 幫我們把這個這面牆綠化 然後也透過了這個我們永續發展的 跟17個目標圖案 能夠採揮到這700公尺的達土牆上 這個應用意義之上非常感謝各位 那永續發展是我們全球的一個趨勢 那也是我們因為台灣也是地下流頭 那這個資源也非常有興趣 也許我們台北 寸所寸進的情況之下 永續發展是各個理念是特別重要的 非常讚嘆 非常感謝黃俊龍里長 林郭龍里長能夠把這個 落實這個永續發展的理念能夠落實在這個圖像上面 讓我們這個在立山跟我們西湖里這樣 人文退卸以及那個 玉璃連結這個地方能夠落實到這樣的體驗 它落實到生活的理念 這個俊龍里長 對這個區塊 這十幾年來貢獻非常多 尤其我跟王夏偉比較老 這個西湖公園這個停車場 其實當初我們也努力很多 但是今天再把這個社區這個牆壁 光我主任來這裡會堪就有好多趟 我們給大地處 給新公處鼓掌一下好不好 謝謝他們 但是我們這些民力代表跟我們台北市政府 這個新的市政府就換新的嘛 跟這個民力代表 我們要把這十七個slogan 當作我們文靜的目標 以及我們城市未來奮鬥的目標 這樣才是我們真的是放眼世界 立足台灣 希望我們這個八個字 成為我們府會之間共同跟民間努力的目標 我們內部都在做 內科已經把我們內科的產值那麼多 在世界各國都在做 你看看全球的夥伴 這個應該是太極門的 第二個和平 正義 包括我們的立地 包括我們的 包括我們的氣候 包括我們的碳排 種種 這個就是怎麼樣 這個就是我們未來 我們國家必須要做的一個政策 跟我們的所有的制度 都必須要從這十七個目標大家共同來做 希望大家共同共襄盛起 一起來努力 我們從內部開始 我們放眼天下 放眼整個 包括我們愛護所有的地球 我是立山國小 西湖國中長大的 我每一天十幾年前 在建昌哥已經是議員的時候 謝謝他幫我墊下這個基礎 因為以前每一天走這回家 永遠記得這邊 這邊就其實很像一個 我比較不好意思說 當年我這邊還有看到一些比較 黑暗地還有一些仙人的這個 種在這邊 對 後面這邊呢 過去我經過的時候 做個小學生經過真的會害怕 非常的治安的死角 到後來呢 還發生了一個全台灣很有名的 這個銀行的錢藏在這個後面 所以其實這邊是貴寶地了對不對 一個在地的小孩看到社區的發展 跟一個成長 也栽培了像我這樣的單親 跟一般家庭長大的小孩能夠當議員 就代表內湖真的是好山好水的地方 未來就像建昌哥說的 這ESG的精神 不只是我們民意代表 也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放在心中 讓這邊成為一個產官學界 更重要的一個企業 跟國際發展的地方 世界看見台灣 一直都是我們台灣 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我們真的就怕病 尤其我們內湖呢 這個科技園區 這個已經是世界知名的 這個要繼續發表下去 一定要跟這個永續的生態結合起來 這是世界的潮流 我們台灣不能落後 一定要大家一起提倡 不同於社區在地營造 里長方言國際 未來也將透過各種活動 以及講座的舉辦 配合德民科大的課程安排 更加具體落實這些永續發展的目標 記者問軍 台北不到